中華五千年 魏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中偉明篇道 海山黑漢 完成中鐵木耳繼承了祖父元世祖忽必烈的帝位 鐵木耳在位十三年期間 雖然元朝的政治逐漸走下坡 但是腐敗的現象仍然未顯然 元朝的國力仍然雄厚 所以完成中可以稱得上是一位首成的君主 大德十年年底 鐵木耳因為飲酒過多 健康受損患了重病 在對上一年 也即是大德九年十一月 鐵木耳的獨生子太子得受夭折 所以鐵木耳一旦駕崩 帝位的繼承勢必出現爭奪 蒙古人並沒有嫡長子繼位的制度 掌握實力的兄弟子侄都有資格憑武力爭奪帝位 爭奪成功 經過諸王大會確認就可以成為合法君主 於是一些有野心的皇子、皇帝 盡力籠絡朱皇朱將 設法增加自己的實力 而朱皇朱將和朝廷眾臣 也會各自選擇一位對自己有利的皇子 或者皇帝、皇侄 支持他們爭奪帝位 元朝的帝位繼承 往往牽涉蒙古貴族之間的矛盾 牽涉官僚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 因此每一次的背景都錯綜複雜 加上蒙古人的習慣 在皇帝駕崩之後 皇后有權監國 又有提出繼任人選的優先權 所以每一次帝位爭奪 皇后都是焦點所在 元朝中病危之際 情況並沒有例外 事實上 由於元朝中經常患病 皇后北魯罕 協助他處理軍國大事已經有好幾年 皇后在朝廷和各行省內 有相當大的勢力 元朝中病重的時候 皇后派人照元朝中的唐兄弟 安西王阿蘭答入朝 阿蘭答是元世祖的孫 秦王王歌辣的兒子 在治元年間 王歌辣以皇子身份奉命鎮守京少府 亦即是今日的西安市 指揮陝西、甘肅等地的兵馬 王歌辣死後 阿蘭答繼續鎮守京少府 因此阿蘭答在陝西甘肅一帶 有洪厚實力 大德十年年中 王疾海山領兵巡視 岸台山以西的 倭闊台後人墓地 一向抗拒元朝朝廷的朱皇 擦八兒 明里帖木兒等人 率領部屬逃走去了西域 後來明里帖木兒 向安西王阿蘭答投城 于是阿蘭答 和明里帖木兒一齊入朝 阿蘭答他們在大德十一年 正月初五到達大都 當時完成中帖木兒的病情 已經十分危急危在旦夕 以大將狼家帶為首的 一群蒙古士衛將領 對阿蘭答和明里帖木兒入朝 感到非常不滿 郎家帶大人 阿蘭答案 郎家帶大人 聲上病縱瑞毅 王後竟然召安西王入朝 一定是別有用心 沒錯 皇后招引安西王入朝 一定是想在聖上架崩之後 掌管朝政 然後推舉阿蘭答繼承韓衛 但是韓衛應該由真金黑寒的後人承繼 沒錯 我們都是真金黑寒的舊人 很應該擁戴他的子孫繼承韓衛 是 如果由阿蘭答大王繼承 他一定會重用陝西的遼數 我們再難在朝廷立足 沒錯 我們不可以被阿蘭答繼承韓 沒錯 我們都用大真金黑寒的子孫 好 這件事 我要跟哈辣哈孫丞相商量一下 阿蘭答應 狼家帝将军 我哈辣哈孙 都是真金黑汗的旧人 你们希望由真金黑汗的后人 继承汉衛 我十分同意 但是 真金黑汗的孙 现在都不在大都 海山大王 和也孙铁木儿大王 都在莫白 八达大王又在河北的淮州 圣上驾崩之后 由皇后监国 是我们大蒙古的惯例 皇后她要启用阿兰达大王摄政 我们根本没有法子反对 圣上 难道我们任由阿兰达继位吗 海山大王有评定西北诸王叛乱的大功 难道没有资格继承汉衣吗 不是 不是 城上 我们可以先召几位皇孙回朝 召几位皇孙回朝 召几位皇孙回朝 难道我们做事不理 难道我们做事不理 八达大王 圣上已经驾崩 郎家大将军派人请你马上入京 相以继承帝位的事 你认为是怎样呢 娘 这件事的确为难 你不想入京吗 难道你甘心将帝位拱手扬给其他人吗 但是 皇后已经监国 阿兰达大王手上有几千陕西示威 又有明理贴木仪的兵马 我毫无兵权 如果贸贸然入京争夺帝位 那豈不是送死 你的海珊大哥 现在还在岸台山以西 他领兵入京 最快都要四五十日 这道坏州 距离大都只有五六日路程 如果你不赶快入京 等到海珊回朝 大元帝位 已经是其他人的狼中物了 娘 我是希望上一个万全之策 我要和李先生商量一下 华大人 你还会变得太多了 我还是能是能更新的 还会认得太多了 你还会痛苦 你还会私 你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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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老师, 这件事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呢? 大王, 你非立刻入京不何? 老师, 你认为我应该入京? 是, 应该立即入京 但是我手上并无兵马, 谋谋然入京实在太危险了 不如让海珊大哥领兵回朝再作定劫 大王, 今天情勢危急 如果大王你再迟而不决, 帝位落入他人之手 就算海珊大哥手上有千军万马, 也未必能够夺回帝位 如果动用干锅, 只有令生灵涂毯, 陷阔加于分乱 万一失败, 恐怕大王一家, 以后就难有立足之地 是, 老师说得对 但是我凭什么跟皇后阿难答他们争夺呢? 大王, 京城里面有很多大王你的祖父, 御宗皇帝的旧人 他们愿意拥大御宗皇帝的子孙继承帝位 只要大王你尽快入京, 得到他们的支持 那就大事可成 如果稍有慈疑, 人心有变, 一切都难以挽回 但是我由淮州入京, 一定会令皇后他们疑心, 对我监视 大王, 你入京拜祭先帝, 皇后他们不敢为难你 你在京城里面深居简出, 渡门借客 他们就算对你起疑心, 也无可奈何 那我怎么可以跟祖父的旧人商议大事呢? 这层, 微臣探听到, 有承相哈辣哈孙 他还未依附皇后 微臣愿意, 暗中替大王你说服哈辣哈孙 如果得到他的协助, 一定大事可成 好, 那我要立刻入京拜祭先帝 作曲 李宗盛 李先生, 你假扮占卜先生, 来到相府旧见 究竟有什么企图? 承相大人, 在下听闻, 相爷你染病多日 没有法子上朝 皇后每天都派人来相府, 问候大人的病情 在下敢问大人, 你所患何病, 为什么会这么精神逆逆? 李宗盛, 不关你事 哈哈哈, 相爷, 不如我猜测一下 承相大人, 你所患的是心病 你借有病为名, 拒绝入朝, 又不肯签署公民 一定是有事想和皇后交谅 你乱说, 我不想听, 你立刻走 大人, 你一定想听我李宗盛是否说中你的心事 我说完之后就会走, 相爷, 你又何必心急 哼 皇后希望你支持她拥戴阿兰塔大王继承帝位 但是相爷, 你心中有疑虑 啊? 皇后的亲信之中, 有不少人是原责的旧人 曾经被你贬斥, 相爷, 你恐怕他们一旦当权 会对你不利 而且阿兰塔大王由陕西带来的人 也不会尊重你 所以你对皇后的请求, 迟迟不肯踏运 唉, 皇后他们派人来贪病 其实是游说你早日和她合作 但是他们所开裂的条件 似乎, 未令相爷你满意 唉, 阿兰塔继维 我不但上为不报 恐怕… 连性命都不保 李先生, 那你有什么量貌妙策 只有由御宗皇帝的子孙继位 上爷你的权威才可保 但是皇后居住在深宫之中 掌管皇帝的玉璽和兵符 宫中的示威, 数以万计 阿兰塔和命理贴木儿手上 亦有过万兵马 真金黑寒的子孙, 远在莫北 我就算有心勇大, 亦都无能为力 那相爷你一味拖延 令我坐以待毙了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承相大人 愛玉璃拔力八达大王 已经翻了大都 只要相爷你振备一呼 京城的御宗救人 一定会随声响应 蛤? 勇立八达大王? 没错 御宗的救神要保存权威 非阻止皇后监国不可 要阻止皇后监国 今天的情势 只有以八达大王的声望 才可以号召救神 先夺取大都政权 然后以海山大王的兵马 稳定天下 除此之外 必无良策啊 啟稳大王 啟稳大王 三月初三 召集群神 宣布由阿兰答大王涉政 老师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大王 自从幼丞相哈辣哈孙 答应支持皇后 恢复签署公民之后 皇后他们以为大局已定 对我们的监视 已经没那么严密 公中的侍卫将领 有很多人暗中和大王联络 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很应该先发制人 在三月初三之前 控制朝廷 但是海山大哥的兵马 还未来到大都 大王 时机一过后悔莫及 但是 如果大王还有疑虑 微臣替大王请几位占卜先生 来替你解释一下疑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为打败阿兰达的侍卫 清除北路罕皇后的奸党干杯 没错 我们为城里干杯 干杯 大王主干杯 大王干杯 各位 今次我能够清除奸党 全靠各位元老大臣 揭成拥大 各位示威将领忠心耿耿 不畏艰辛 不避权势 为维护皇室正统效命 各位的公分 真金黑寒的子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好 各位 海山大王就快去到上都 我们应该召集诸王诸将 在上都举行忽裂而台大会 推选新黑寒 各位贊不贊成 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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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山 你由岸台山赶回上都 一路辛苦 是啊大哥 你太辛苦了 母亲大人 先黑寒驾崩 大都有变故 我海山身为王侄 当然应该尽快领兵勤王 但是大都的乱事 已经被你三弟八达平定了 那就真的好了 海山 八达他为国家立了大功 你应该推举八达 他继承韩卫 推举八达继承韩卫 不行 我海山不但是父皇的长子 而且镇守边疆十多年 又有平定西北诸王的大功 韩卫是应该由我城计之对的 海山 你和八达都是我的亲生仔 我不是偏心 只不过我和你算过命 如果你继承韩卫 一定会有灾祸的 灾祸 真是笑话 我登位之后 如果所作所为上合天意 下富民望 就一定会得到上天庇佑 算命先生的说话 根本是一派胡言 八达 你说是否 是 是 推选黑汗的时候 你是否会推举大哥 我 我一定推举海山大哥继任黑汗 好 好 八达 我的好兄弟 好兄弟 大德十一年五月 二十一日 海山在上都诸王大会里面 被选为新黑汗 成为后世所称的袁武宗 当时袁武宗海山只有二十七岁 海山的弟弟 阿玉黎不力百达 由于有稳定大都的功劳 被立为皇太子 也即是帝位的继承人 至于争夺帝位失败的 北老汉皇后 安西皇阿南达明里铁木仪 左丞相阿斧台等人 都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亲信 纷纷被杀或者被贬 袁武宗海山登位之后 启用一批跟随他 镇守幕北的将领执政 例如康里脱脱 阿沙不花 藏预仪 黑台普制等等 朝中的救人受到排制 又成相哈辣哈酸被罢免 改为镇守和林 没多久在和林病死 中华五千年之夜 海山黑寒 是由郑启明 盧允 李德能 温泉 董立成 罗军佐 蔡雅角 林有榮和曾永强 各位联合播演